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播讲 夏秋年 第五卷 从春秋到战国 第一章 霍启萧强 世军第一案 周须是书段的同类 甚至同伙 司马迁就说 书段刚逃到宫 周须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 实际上 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 只不过书段是因战败而逃亡 周须则是被罢官而出走 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 则一模一样 因此 周须在外招降纳畔 结成团伙 卢隐公四年3月16日 蓄谋已久的周须 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 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 自己当了国君 这是春秋的世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军接二连三被干掉 有的被杀 有的逃亡 不是身败便是名裂 世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 比如第四卷提到的下鸡之子下征书 但始作俑者则是周须 那么周须是什么人 周须是魏桓公的弟弟 魏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 姬姓 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淑风 到第八任国君清侯 由伯爵晋升为侯爵 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功 晋升为公爵 武功的儿子是庄公 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 齐国是江太公之后 姓姜 魏国是周文王之后 姓姬 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做庄江 庄是魏庄公的嗜好 江是她自己娘家的姓 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江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江是一位美女 诗经中的朔人就是她的赞美诗 但是庄江没有生育能力 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 势如己出 这个儿子名叫丸 也就是后来的魏桓公 至于周虚则是魏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 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周虚一案与书段的不同 书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 周虚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树子 只不过桓公被庄江认领 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 书段的靠山是老妈 周虚的却是老爹 周虚其人 从小就调皮捣蛋 胡作非为 还喜欢五刀弄枪 琢磨兵法 这其实很危险 但尽管庄江厌恶 大臣劝谏 庄公都听之认之 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事之故 庄公去世 还公即位后 周虚更加骄横跋扈 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 桓公无奈 只好罢了他的官 周虚则逃出国都 在外拉帮结派 并与输段不清不楚 这样 经过十四年的经营 周虚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 自己也成为魏国的建筑 然而 不过半年 周虚也伸手易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周虚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打郑国 这其实并不奇怪 第一 魏和正是世仇 罚政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军一致 政治正确 第二 可以帮他哥们输断出口气 运气好的话 没准还能翻盘 第三 可以讨好某些诸侯 由于当时政国发展迅速 羡慕极度恨的很是不少 如果罚政成功 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 更重要的是周虚得位不正 人心不服 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 缓和国内矛盾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 所以 左传说周虚此举 是修先军之愿于正 而求宠于诸侯 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 这时 宋国正好有一个军位的争夺者 在正国避难 于是周虚便联合宋国 再加上陈国和蔡国 组成联军伐政 把政都围了五天 这是卢尹公四年春天的事 秋天 这帮人又去了一趟 抢光了正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 周虚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周虚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 还小有收获 魏国却依然人心浮动 对此 他自己不安 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 这个死党叫石后 是石雀的儿子 石雀是前朝元老 此刻告老还乡 父贤在家 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后就去见他爹 问周虚怎样才能稳住军位 石雀说 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 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 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公主 周王如果接见了周虚 其他诸侯就得认账 周虚的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后又问 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雀说 通过陈国 陈军是天子的宠臣 又是我国的盟友 请陈国出面 天子一定赏脸 周虚和石后都以为然 决定照办 俗话说 天作孽 有可说 自作孽 不可活 周虚和石后都忘记了 石雀原本十分厌恶周虚 庄公在世时 他就曾力劝君上 对周虚严加管教 石后跟周虚鬼混 他也强烈反对 只不过屡禁不止 周虚和石后找他拿主意 岂非有病 当然 谁都没有想到 石雀为了国家 竟会大义灭亲 事实上 就在周虚和石后 兴冲冲奔赴陈国时 石雀的密函 已先妻到达 石雀的信上说 为国弱小 而老夫朽矣 无能为力 这两个人 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诸之 请贵国匡扶正义 将其拿下 结果 周虚和石后 在陈国境内 被就地正法 当然 人是陈国抓的 却是魏国杀的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 对这样的罪犯 魏国不必引渡回国 但要派员行刑 为此 魏方派出了两位监展官 监展周虚的是 魏国的幼崽 监展时候的是石雀的管家 瞎注 左传中称石雀这一做法 是大义灭亲 这就是成语 大义灭亲的出处 此后 魏人另立公子晋为君 视为魏宣公 持续半年的魏国内乱 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